可能杰瑞怎么都没想到会因为吃一波中线把自己推上风口浪尖 不仅被中路玩家集体开团诋毁 就连最爱的女友也不得不站出来为小乔玩家发声 更是表示不能放过他还要求杰瑞道歉跪搓衣板 而关于中路兵线的归属权也还在不断上升 并且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而面对杰瑞局内多次吃兵线让小乔忍不住当场破防摆烂 以此来表达上天的不公 对此杰瑞不得不出来解释 扬言有实力就可以吃线完全没有问题 这种就是扫码知道吧 橘子抓两波一点办法没有 老子打这种低分段就是来炸鱼的 老子吃中线 老子更有实力的人吃中线有啥问题吗 我为什么对这种人力气比较重 就是因为这种傻子我现在太多了知道吗 觉得他把吃中线在那叫跟个死的一样 然而双方爆发矛盾的原因不仅仅只是吃兵线 则是杰瑞被多次单杀后才不得不去中路蹭线 游戏刚开局不久杰瑞就被敌方两人围攻倒下 即便杰瑞如何苦苦求饶都在劫难逃 于是为了更好的发育杰瑞复活后就来到中路不线 没想到却意外抓到了王昭君 本以为可以一套将其击杀结果却被闪现轻松躲掉 这拨人没收到还害的小乔被刘邦击杀 杰瑞眼看情况不对便想闪现进场留人 奈何距离不够最终只好选择撤退 紧接杰瑞回到线上就准备找刘邦一较高下 本以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将其狠狠拿下 没想到就在两人打的热火朝天式橘子却再次出现 猝不及防的荧幕让杰瑞毫无还手之力就被无情带走 等杰瑞复活后就继续来到中路吃线 殊不知这却引起了小乔的不满 无奈只好求杰瑞不要一死就来中路蹭线 对此杰瑞立马反驳表示不想被蹭线就别玩中路了我的小公主 于是不等小乔回到线上杰瑞就将中线全部收入囊中 谁曾想这却直接气的小乔交出闪现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但杰瑞却没有理会回到线上倾线 小乔眼看劝说无果就决定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结果还没到线上就迎面遇到了橘子 不给小乔任何反抗的机会就是一套 紧接趁着小乔还没复活杰瑞继续来到中路补线 面对杰瑞的行为小乔忍无可忍当场破防 更是当着杰瑞的面放完了所有的技能来表达上天的不公 对此杰瑞并没有理会 则是用文字表达不想跟小乔这种实地分交流 你一年是不是只过363天啊 对对对孩子你都知道了就别说话了好吧 然而尽管如此小乔都还是希望能赢下比赛 为了能快速发育就把目光放在了野怪的身上 奇料这个举动却引起了雅典娜的不满 表示你不让别人吃鲜奶为什么还要刷我的野怪 此时杰瑞眼看雅典娜也站在了自己这边便开始拱火 声称自己前妻被橘子抓了两次没有一个人来支援 甚至还反科为主又将压力给到了小乔 对此小乔却不慌不忙表示对面中路都没去抓过 你为什么要责怪在我身上 对此杰瑞则用高分的语气阴阳小乔 言外之意就是像我这种高手来到低端局诈鱼 你有什么好说的 见两人吵的热火朝天队友也开始站出来纷纷指责小乔 而小乔面对几人的述说就果断选择了沉默 中路就是扫码知道吧 老子他打的这打也不往下烧 中路也不往下包一波 老子被橘子抓两波一点办法没有 他打这种低分段就是来炸鱼的 老子吃中线 老子他更有实力的人吃中线有啥问题吗 我为什么对这种人力气比较重 就是因为中傻的中线太多了 知道吗 觉得他吃中线在那叫 跟那死门一样 他在叫之前有一波中线是老子单吃吗 不都一起吃吗 那给你拿钱拳不会去支援发育路吗 给他拿钱拳是不是更好去支援发育路 给队友打开杰座呢 本来0比3开局 一分钟的时候 都是傻子低分太多了 知道吗 不过吵归吵闹归闹 最后在队友的不断努力下 还是成功赢下了队局 虽然说两人的战绩都不好 但都无伤大雅 等游戏结束 杰瑞也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并以高端局的看法来进行分析 要是小乔就应该让出兵线 来帮助其他队友发育 没开会没开会 这把打的不死 来着骂他了 知道吗 就是被他恶心了 知道吗 下路他一波没人帮 又被这个吐的那只狗叫摆烂 没法玩 知道吧 对面有个刘邦家小姨 老子徐师 他老子打个炸鱼分算 下路被针对两波 去吃中路线 给中路拿线权 中路沿得更好支援 老子他的 没有经济才能死 有经济才能更好的发挥 那么最后看到这里 大家觉得在中路线 拳上杰瑞的做法 究竟是否可行 相信各位观众老 也都有自己的看法